打出像是甜甜圈的煙霧来掩护 海军陆战队弟兄赶紧抢摊登陆 陆战队9号在屏东交路堂海滩 进行汉光36号演习的联心操演预演 由于3号发生突击艇反复意外 海军取消突击艇周波向岸客幕 同行交周通通放在岸边没出动 军方也蹲亲牧林 预演前伴随介乎一艘渔船经过演习海域 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云农日前批评 汉光演习是每年最大场的表演 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钟志东则认为 国军不但要演而且要演得逼真演得像演得大 AV拐两栖突击车这回同样加入操演 也传出第一批两辆新购的AV拐A1 将在这个星期抵达台湾 AV拐A1是美国在2015年底再度宣布军售台湾36辆 可栽运25人或4吨半物资 配备旋转炮塔武林机枪可防御反装甲武器 陆地和水上辅航最高时速 分别为73和13公里 也能在困难地形360度转弯 前后两批在部分的零组件这个部分 是有不同的 主要是消失性伤员方面的问题 至于说性能功能 这两批其实都大同小异 资源量器登陆救战使用 军方表示未来AV拐A1将有90辆 部署北高两地保卫政经中枢 不仅暂时可执行登陆及跨区增援作战 平时也能协助救灾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